第1093集 优师魔君的做法众人也能够看出来 如果他不自暴的话根本无力回天 自暴的话还能够给天煞魔君带来一线生机 若是他这个自暴直接把夜晨三人给炸死 那天煞魔君只需要面对妖圣 还能够有机会 如果三人不死天煞魔君根本无力回天 前兵爆 夜晨整个人发出愤怒的咆哮 现在必须要阻止优势魔君自暴 一旦让优势魔君自暴成功的话 他们这些人不死也没有再战的能力 夜晨直接把时空之兵和河道神器扔出来 时空之兵和河道神器在虚空之中发出嗡嗡的响声 恐怖的气息在这一刻弥漫开来 虚空之中不仅有兵器的气息 还有优势魔君快要自暴的气息 这一刻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夜晨 希望他能够阻止优势魔君自暴 要知道优势魔君自暴的威力不仅能让夜晨三人受到威胁 哪怕下方的舞者都会死伤一片 少主 你有没有把握 此刻袁龙已经改口 既然同意加入夜晨的势力 自然不能够叫夜晨 据他所知 沙宗之人都叫夜晨少主二字 我现在也没有一定的把握 夜晨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这可是造化境强者思暴 他哪里有完全的把握 现在他也只能够听天由命了 只希望能够阻止优势魔君 优势魔君争宁的大笑 现在的他早就已经不在乎生死 有的只是无尽的怨恨 这里面对于夜晨的怨恨最大 若不是因为夜晨的话 他们怎么可能凄惨到这种地步 优势魔君的身影疯狂地冲向夜晨 夜晨站在旁边一动不动 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他现在一旦离开的话 千兵豹根本不可能爆发出来 时空之兵和河道神器 在虚空之中散发出恐怖的气息 不仅仅如此 优势魔君自爆的气息 也达到一个临界点 这一刻几乎所有人都在祈祷夜晨 能够阻止优势魔君 夜晨整个人神色猙獰 随即怒吼一声 给我爆 这一瞬间 河道神器和时空之兵 倾刻之间自爆 爆炸的范围地动山摇 犹如世界末日一般 所有人内心里面 都有一个疑问 优势魔君现在的情况如何 这一场战役 可是关乎到他们的生命啊 你个小杂碎 这时候 优势魔君从爆炸的范围冲出来 一脸煞白 犹如一头绝境之中的狮子 见到优势魔君冲过来 所有舞者的脸色一白 谁也没有想到 这么恐怖的爆炸 优势魔君竟然还活着 只不过 现在优势魔君的样子 好不到哪里去 身上的血肉掉落 优势魔君的气息 达到一个顶点 在这一刻瞬间爆炸 恐怖的气息席卷而来 夜晨急忙躲避 哪怕优势魔君身受重伤 自爆的威力 也不能够小看 优势魔君爆炸的刹那 传来不知道多少舞者的惨叫 夜晨趴在地面 艰难地站起来 伤痕累累 尽管最后一刻 优势魔君虚弱不堪 但是爆炸的威力 还是太强了 夜晨扭头看了一眼 袁龙也好不到哪里去 恐怕已经没有办法 继续作战 他的状态 想要作战的话 也是千难万难 只要轻微一动 浑身就会传来剧烈的疼痛 不管如何 优势魔君在最后一刻 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下方的舞者 也不知道死去了多少 夜晨看了一眼 发现梁雪月和麒麟 并没有什么大碍 也就放下心来 少主 我们现在应该如何 袁龙艰难地站起来 来到夜晨的身边 现在 只能够看妖圣了 对于妖圣的实力 夜晨还是相信的 单独面对天煞魔君的话 妖圣自己应该可以对付 天煞魔君 你现在回头的话 还有机会 这时候 妖圣站在虚空开口 天煞魔君脸颊猙獰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回头 他现在怎么可能回头 鬼明魔君 嗜血魔君 忧失魔君 全部都已经战死 现在让他如何回头 天煞魔君怒笑一声 随后 竟然不管不顾 直接冲向夜晨 目前 夜晨身受重伤 完全就是手无腹肌之力 对付他再简单不过 夜晨脸色大变 怎么也没有想到 天煞魔君在关键时刻 竟然冲向他 天煞魔君的速度太快 夜晨根本没有办法抵挡 夜晨强行忍着疼痛 直接站起来 手中握紧血魔剑 此刻的他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够被动的应战 哪怕召唤轮回墓地的师尊 也没有机会 天煞魔君一击落下 夜晨用血魔剑直接格挡住 巨大的反阵之力 让夜晨整个人的身影倒飞出去 在飞出去的一瞬间 夜晨嘴巴里面吐出一口血水 他想要站起来 只不过浑身骨头 犹如散架了一般 轻微一动的话 就能够感受到剧烈疼痛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恐怕别人一旦动手的话 他根本抵挡不住 此刻 袁龙来到夜晨面前 警惕地看着周围 目前天煞魔君的身影 不知道隐藏在什么地方 谁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冒出来 既然已经加入沙宗 夜晨现在有危险 他自然不能不管不顾 夜晨 你杀我兄弟 不管如何 今日注定要你死 天煞魔君隐藏在虚空里面 冷笑开口说道 夜晨整个人的眉头一皱 目前他没有实力抵挡 纵使袁龙在他的身边 只是面对天煞魔君 他根本不是对手 而且夜晨也不想把自己的生命 交到别人的手中 夜晨拿出一堆疗伤 疗伤丹药放在嘴巴里面 想要尽快地恢复伤势 只不过目前他的伤势实在太严重了 哪怕有疗伤丹药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好的 就在这时 妖圣的身影落在夜晨旁边 拿出一枚墨绿色的丹药 这是远古罗胜丹 能够让你瞬间恢复伤势 世间仅此一枚 夜晨拿过妖圣手中的丹药 一口吞入腹中 这个时候 丹药在他体内疯狂地爆发 肉眼可见的速度 他的伤势在不断恢复 不到时期的时间 夜晨已经完好无损 我一个人对付天煞魔君的把握不大 他应该有隐藏的手段 夜晨 你和我一起出手 如何 我也想看看你的实力 这时候 妖圣直接开口说道 夜晨轻微点头 既然已经恢复了伤势 他就能够继续战斗 肯定要和天煞魔君战到底 刚才 天煞魔君可是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啊 天煞魔君 你还死心不改吗 妖圣站在虚空里面 一拳头骤然之间轰杀出去 这一拳头下去 直接把隐藏在暗处的天煞魔君找出来 天煞魔君的身影出现在虚空中 龌龊一笑 妖圣 数万年之前 我们四魔拜给你 今日封印一定会解开 此刻 天煞魔君手中打出一枚奇怪的印记 在这瞬间 整个宫殿竟然不断地颤抖 爆发出一声沉默的响声 整个宫殿竟然冲天而起 妖圣 万年之前的错误 现在绝对不会再犯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早就已经暗中布置阵法 天煞魔君疯狂地大笑 为了这一刻 他们已经等待数万年的时光 马上就能够实现 内心恨不得仰天大笑 这个时候 妖圣的棺材倾刻之间爆炸 在棺材的底部 出现了一个六芒星封印 我果然猜测没错 封印就镇压在你的棺材下面 天煞魔君话音一落 身影疯狂地冲过去 妖圣整个人的脸色一变 急忙开口说道 叶晨绝对不能够让他破开封印 叶晨虽然不知道封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过看到妖圣重视的眼神 绝对是可怕的东西 此刻也趁一个剑步直接冲上虚空 握紧手中的血魔剑 一剑 骤然之间斩杀出去 妖圣闪电一般的速度 来到天煞魔君面前 以全轰杀出去 两道恐怖的力道 骤然之间降临在天煞魔君的身体上 恐怖的力道瞬间爆发 然而天煞魔君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化 脸上连一丝一毫痛苦的神色 都没有流露出来 这可是用玄武制作而成的保甲 坚不可摧 你们想要杀我还不够资格 叶晨整个人眉头一皱 玄武制作的保甲 如玄武神兽的防御 防御极其恐怖 想要短时间里 破开天煞魔君的防御 很难做到 现在的天煞魔君 完全就是一个人形肉盾 根本不怕叶晨他们的攻击 岁月杀剑 叶晨体内灵力毫不犹豫地宣泄出来 血魔剑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时间法则的力量不断地爆发出来 一剑疯狂地斩杀出去 一剑下去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然而天煞魔君根本没有任何抵挡 鬼魅的身影来到叶晨面前 一掌直接拍向叶晨的胸口 叶晨眸子一宁 迅速后退 反应速度倒是挺快 不错 雨落 天煞魔君再次出现在叶晨身边 手指掐绝 也就在这个时候 叶晨竟然直接冲了上去 一把抓住天煞魔君的脚 你的力量太过于弱小 无尽魔器打在叶晨的胸口 然而他却没有松手 反而握得更紧 就是现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